Coco早餐 TODAY'S SPECIAL 吃喝玩乐有学问 吃喝玩乐有学问 今天您所收听的Coco早餐 在礼拜一这个单元当中 我们请到的这位来宾 他来到我们的节目的时候 大概是两年前吧 Fica Fica Cafe的负责人 陈志皇 James 欢迎你 谢谢Coco姐 各位听众朋友 大家早安 好非常谢谢 因为James在两年前来的时候 你刚刚得到了一个 北欧的一个 咖啡烘焙冠军 对不对 这两年当中你 长足进步 精进已经变成咖啡神了 没有不敢当 你现在应该是咖啡大师了吧 对不对 我不敢当 好 这个Fica Fica 现在已经经营 出一个你个人的风格 是 你告诉我们一下 就是说 在这两年我们不见了 当然中间我们看到 你们办很多活动 我们也有这个见面 这个你已经把咖啡这个事业 做到了另外一个尝试了 据说你现在要把咖啡跟料理 要结合在一起 对 因为其实我们有一个理念 就是咖啡它其实是美食的一种 因为其实你享受咖啡 跟享受美食完全一样的 好 所以这一点要先去说服很多 早上把咖啡当成那个 起床毒药的人 怎么说 因为你喝到一个好咖啡的话 你只要喝一口 你就会想喝第二口 你就想喝第三口 喝完以后过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你会想念 所以这很像你吃到一碗 很好吃的牛肉面 很好吃的卤肉饭 反应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我们认为 你享受一个好咖啡 你并不用成为咖啡大师 或咖啡专家 就像你享受美食 你并不需要一定要懂得做菜 是一样的 所以你把这个品尝咖啡 跟健爽咖啡 享受咖啡 作为你这几年当中 推广了一个很重要的 对我们希望把真正的好咖啡 让它普及化 然后让大家觉得 其实好咖啡 你去享受它 其实是很容易的 比如上次我们在肉吃饭的时候 你们在现场又配合咖啡 你们的咖啡里面还放了 那个是特调的 香草特调的咖啡 对那里面有放蜂蜜 有放薄荷 还有放节骨木花 对啊黑咖啡 里面放薄荷 对 结果一开始大家觉得很奇怪 可是喝起来就真的不一样 这是你自己把咖啡跟其他的这种 这个不同的调味的东西 或说不同的香料 香草的这个东西 结合在一起的一个新的 你自己的发明 对这我们 FIAFIA团队大家一起做的 是 所以问题是台湾的这个 对于咖啡的健爽力 现在因为我们太多 我们有35块钱开始的咖啡 对不对 到五六百 什么一千块一杯的咖啡 那台湾的这个 消费市场上的这些咖啡drinkers 他们已经有这种概念了吗 其实我觉得需要引导 因为台湾人其实 台湾是喝茶的民族 对 那因为长久来有喝茶的历史 所以其实台湾人的味觉 是很棒的 可是我实在不太懂 咖啡好不好喝 怎么去评鉴 还有现在很多的咖啡的 那个鉴赏班 到底咖啡要手冲咖啡呢 还是要那个 用机器组呢 什么的 在咖啡业界的话 有很多的 抱歉 有很多的那个评判的标准 可是在我们FIAFIA的话 我们很简单 就是用 他是不是你喝了一口 后你想喝第二口 你喝了一杯以后 你会想喝第二杯 会不会让你详念 因为假如会的话 这就是达到我们所说的 美食的标准 所以你现在要把咖啡当美食 对 来继续推广 所以你最近 你刚刚说的是 咖啡是黑咖啡 是的 那咖啡是从咖啡豆开始啊 对 所以我们要从生豆 选择适合的生豆 然后选择适合的烘焙法 才能展现出我们想要的味道 对啊 这个James有一次好好笑 那个4月1号愚人节的时候 你骗人家说要用地心那个 烘焙咖啡酒 我很多人还相信了 地热 地热对不对 所以你从烘焙的方式 也开始做一些新的发明 对我们发明很多新的烘焙方式 所以可以把同一款咖啡 生豆 烘焙成很多不同的样貌 所以咖啡的秘诀就是在烘焙 我们觉得是 烘焙其实占了八成以上 会赋予 会决定它的风 它的味道 所以Fica Fica 已经做成了一个品牌了 正是James很厉害的地方 它变成一个台湾的一个咖啡品牌 是 那你说你现在要把料理 跟咖啡结合在一起 是 这是我们现在接下来 要尝试的事情 因为既然咖啡它是美食的一种 它不是一个大家想象中很神秘的饮料 既然是美食的话 那我们就想 那它可以跟其他的一般的食物 有什么样的交融 或是有什么样的撞击 可以出现一些什么样有趣的现象呢 就是我们现在在尝试 就有点像什么红酒配红肉啊 或者是白酒配白肉这种 是的 哇 在别的国家的料理界 已经开始这样进行了吗 没有 有这么做的地方很少很少 都做了一些很小规模的尝试 然后我们投入了很多的精神 人力物力在这个上面 结果你现在要做的是 把料理主厨的料理 跟你的咖啡豆 对 结合 那你们有一个活动是不是 对 其实这个idea 我们已经饮料很多年了 然后我常常会遇到一些 主厨朋友聊天 我都会跟他们聊这个idea 然后大多数主厨朋友 他们觉得很难想象 那可是有一次呢 我跟一位日本来的主厨 是东京Anis Restaurant的 清水主厨 聊到这个主意 他非常的兴奋 他眼睛就发光 他就说我们来玩吧 可是咖啡 他咖啡的 咖啡毕竟他的 他的味道比较重嘛 对 那他跟料理在结合的时候 他会不会压掉了料理啊 所以这个就要从烘焙上面去调整 然后从冲煮上去调整 对 所以你跟这个清水主厨要研究出一套 就是他做 他做料理 然后我做Coffee 去配音他的餐 然后你的咖啡 然后他去配你的 对 他的菜去配你的咖啡 我们互相互相搭配 这是第一阶段 然后第二阶段呢 他是把咖啡当作香料 当作调味料 直接入到菜里面 这是我们现在在做的厂制 所以你变成咖啡也有那个 什么餐前咖啡 餐中咖啡 跟餐后咖啡吗 是这样 哇好神奇哦 就来宾来了 会先有一杯饮兵咖啡 那之后搭配前菜的 搭配煮菜的每一道 都会有他搭配的咖啡 那这个时候的咖啡就是小杯小杯了 是很小杯 每一杯都走大概两口的分量 那这样喝得出名堂来吗 可以可以 因为他味道都是很丰富的 咖啡的味道都是很丰富的 怎么分辨呢 就是就像你在喝一杯美酒一样 其实你不用真的去分辨 真的去数 数说他里面有什么什么味道 你只要感受他在你口腔里面的层次感 在口腔里面的变化 然后他上升到你鼻腔的香气 然后再吃一口食物 那两个中午喝起来就 哇好美好 有这样的感觉 所以这个James 这个FICA咖啡的负责人 这个陈志华已经把 你已经把咖啡把它变成一种 主要料理的这个概念了 是的 这两年你带动了很多国内的这个年轻人去 参加烘焙比赛 就是有人需要帮忙我也帮忙 那现在你们的FICA FICA咖啡 在南港还有一个烘焙厂 是 那个烘焙厂是 是我们新的扩建的烘焙厂 里面我们设立一个专业的厨房 你跟你的太太这个喜欢咖啡 然后把事业做成今天这个样子 花了多少 多久的时间 17年18年 也算蛮强的 是的 当时的目标是要发展成今天这样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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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是做我们觉得开心的 就你喜欢 对 然后FICA FICA咖啡现在有几家了 现在两家门市 加一个烘焙厂 就一通街那家 对 跟内湖阳光街 阳光街 再加上烘焙厂 是 在南港的烘焙厂 那也不算多 对 还不多 那这个市场 它还有 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市场还有扩大性吗 比方台湾的一个咖啡品牌 它在国际间的竞争力 我觉得竞争力非常的强 我们台湾咖啡品牌 在国际上 我觉得很有发展的空间 哦 是哦 对 那怎么个发展法呢 或者是它 是不是有品牌的 这个推广的策略 像Blue Bottle 对 它这个 它它装成奥克兰的 这个 一个小店 你去过没有 我去过那个原始店 那个 美国的那个Blue Bottle 在奥克兰的工厂旁边 一个小店 然后它可以在日本 还做了那么多家 对 现在台湾还没有 台湾还没有 那它也是靠自己的 烘焙的斗子 对 那Fica Fica的竞争力在哪里 我觉得第一个是 我们做出来的特色 因为跟其他国际上的品牌 完全不一样 台湾的咖啡品牌 有台湾咖啡品牌 自己的风格 然后这个风格是很重要的 那我们风格怎么形容呢 你的斗子也是进口的 我们生斗是进口的 可是我们在台湾烘焙 烘焙的手法 每个地区有它的特色 所以真的咖啡大师 咖啡达人 最厉害的地方是 展示它的烘焙的技巧 这是一部分是 我相信是的 像在北欧国家的话 北欧的烘焙它比较浅 所以它口感 咖啡口感喝起来 比较像茶 比较像果汁 是很清淡的 你的咖啡是 我们一开始曾经 主要是这样的 我们一开始是 FIAFIA刚开店的时候 是走北欧风格 可是后来我们就调整 我们自己的风格了 因为北欧风格的咖啡 很多人喝不习惯 因为它太清淡了 台湾人还是习惯 习惯要有口感 口感要厚一点 所以我们就在保持 同样的香气之下 然后加强它的body 加强它的口感厚度 所以现在我们咖啡 有北欧咖啡的香气 但是有台湾人咖啡 喜欢的丰厚度 丰厚的口感 这两者之间要有均衡点 对 要有均衡点 这个就要靠烘焙 去把它做到 这等于是艺术 它不能是大量生产吧 有点难 对 所以它每一次烘焙出来的 咖啡其实都不一样 会有些微的不一样 然后我们 像我是专业的烘焙师 我的工作就是要 让它这个不一样的程度 减到最小 所以你的责任就是 每天去管理 烘焙你的咖啡 对 他们这个咖啡 FICAFICA咖啡的 一通街的 就在公园旁边 现在已经变成一个 风景区的感觉 那那个 可是 大部分人都还是会问你说 我要选咖啡豆 我要怎么选咖啡豆啊 我 这个还是一个基本问题 对 这问你大师有点不太好意思 不会 这是ABC 对 这是很重要的问题 我常被问到这个问题 那我的答案都是 你去选口碑好的 口碑好的商家 就是要买 咖啡一定好的咖啡豆嘛 对 好的咖啡豆 一定不会一杯 只有几十块嘛 是这样 因为咖啡其实它也是一种食品嘛 对啊 凡是食品就牵涉到良心 然后因为事实上咖啡 你要是买很便宜很便宜的话 它那个咖啡的原料 有可能 有可能是储存上 或者是运送上 没有那么小心的 它豆子一定是比较不 等级一定不是比较 一定是比较低价的 比较低价 它会用比较低价的仓储 跟比较低价的运送方式 那这样的话 在台湾这么高温 潮湿的地方呢 很容易长出霉菌 哦是 这样对身体健康是不太好的 那所以好的咖啡豆怎么分辨呢 好的咖啡豆 如果你有机会看到生豆的话 它生豆是翠绿色的 那闻起来有一股青草的芳香味 它一定不能带有梅味 梅味就有点像你走入一个地下室 地下室的味道 如果你咖啡 能闻到像类似地下室的味道 它已经不新鲜了 这是不能喝的 所以每一个人对咖啡的喜好 有什么浅焙中焙深焙这种 这是每一个人 每个人的口味喜好 口味不同 是 那喝咖啡要喝不同的豆子吗 就是看每个人的口味 其实有人喜欢喝单品咖啡 单品咖啡就是喝不同产地 它有不同的风土 气候土壤 它长出来的味道的风味不一样 有的人他喜欢每天 就是享受一杯咖啡的香味 那就它适合喝综合咖啡豆 对 可是我跟你讲 我有天去上一个课 他叫我们分辨 这个是蓝珊 这个是一季 这个是意大利 我都搞不清楚 喝出来都差不多 所以怎么去品尝咖啡 恐怕是很多人问你的问题 对不对 所以你现在要很精进地 把咖啡跟料理结合在一起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是 其实品尝咖啡就跟吃美食是一模一样的 要常喝 对 要常喝 跟喝酒是一样的 是的 然后要找好吃的店家 要好的豆 对 你好吃的店家 你才吃得出差别 假如说你到一些很普通的卤肉饭店 或牛肉饭 牛肉面店 你去吃你是不是有感觉的 可是你到一些真的很厉害的店 你一吃你就会有感动 所以这个James 是一个陈志皇非常有信心地告诉大家 他的这个咖啡豆已经变成达人级的 变成就是就是健爽级的咖啡豆了 我们努力 努力一些 煮咖啡有没有什么其他技巧 因为现在最近很多人很流行做手冲咖啡 那到底是手冲咖啡好呢 还是机器的这个冲泡好呢 等一下我们再请教你 好的 那个你们有个活动是这个礼拜五六日 是 就是清水主厨要来 对 他已经来了吗 他后天的飞机 他设计了 他后天就像我 他设计了六道菜 六道菜 对 然后你要配 配六杯咖啡 哇 等一下来告诉我们一下好吗 一边 这倒是第一次听说 是的 然后吃这个碗菜 一边吃菜一边喝咖啡 对 有的时候我们是一边吃料理 一边配酒 对不对 配红酒 配酒 或是 或是配茶 对 咖啡是第一次吧 很少见 哇 这个 这个James 喜欢做这个 创新的事情 这蛮有趣的 我们等一下来 再来请教你这些料理的内容 欢迎收听 Coco早餐 好 非咖啡 非咖咖啡 陈志黄 这位负责人 他这个 他在台湾已经是 咖啡达人 咖啡大师 咖啡 我要讲 是咖啡仙的 把这个 把这个咖啡的烘焙 这个 特别是他的 太太也 也在对面 其实一开始 我记忆当中 是你太太 先对咖啡有兴趣的 对不对 我们两个都对咖啡仙有兴趣 在对面 这一对夫妻 就把烘焙咖啡当成了 当成了自己的喜好专业 最重要的是 你们把这个当成一个专业的一个艺术 但是他还是一个专业 对不对 是 然后 这个各种不同的方式来 历练你的烘焙的本事 就有点像画家一样 对 有点像 对 你要培养品味 品味很重要 所以你自己 可以透过你不同的烘焙的手法 然后你今天就会 就会把咖啡豆 烘焙成另外一种境界 是的 因为其实 你每天都有创新 其实烘焙出来的咖啡 它也会 它也会呈现出烘焙者的性格 甚至于烘焙当下的心情 就会呈现出来的 你们的咖啡豆的性格是什么 我们的性格 冒险挑战 我们每一款咖啡豆 都有赋予它不同的性格 是啊 对 所以到FikaFika咖啡 喝咖啡 其实也是一种 一种 这个 我们的这个味觉上的 一次旅行 每天喝的咖啡都不一样 可以这么讲 每一款一定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进咖啡厅 不是每天喝一样的咖啡 这也是一种方法 这样子也是很幸福的 所以你说你 跟日本的这位清水主厨合作 你是说服他 然后他现在要到台北来 就是我跟他提到这个想法 我提到说 如果咖啡跟料理 可以怎么结合的话 一定很好玩 日本有人这样做吗 没有 所以你是第一个人 所以他很有兴趣 在别的国家有人这样做吗 没有听说 很难想象 这个这一道菜要配不同的咖啡 对 所以他非常有兴趣 他就立刻跟我就 就敲定了 这是我们半年前敲定的 然后 然后这次他就从东京飞来台湾 带着带着他的团队 然后在我烘焙厂的厨房 他要亲自做菜 他是对咖啡也感兴趣吗 他也感兴趣 清水主厨 对 他是肉料理的专家 他是我 我见过最厉害的肉料理的一个艺术师 艺术家 他的肉类料理非常非常的强 他可以把一般很平凡的烤鸡 做得像外面皮很酥很脆 然后里面的肉是低脂的 就算鸡胸肉都变得很嫩 不知道他怎么做到的 不是用什么Sophie那些特殊的器材 不是不是 他就在火上 他就在火上自己用他的双手去操作 所以他这次来是他准备了几道菜 他准备了六道菜 你要配和他的料理 然后专门烘焙咖啡 对 专门烘焙咖啡 专门有特定的不同的一些特殊的充足法 然后去pairing 就像我们用红酒白酒pairing菜一样 好特殊哦 你要不要给我们这个举个例子啊 比方我们 好你来了红 来了一道什么什么什么红肉 然后他会跟你说 你要配你这样的一个红酒 这个红酒他可能有什么样的花香味 有什么样的这个什么檀木味啊 什么什么来配合 那咖啡的咖啡跟料理 我举个例子好了 像这是有一道 中间有一道是牛肉 那这个牛肉呢 清水竹竹他打算用台湾的 云章牧场的在地的台湾牛 然后对VS 日本种的和牛牛肉 所以到时候他会同时料理两种肉 然后一起端出来 一排里面有台湾牛 对一边是台湾牛一边是和牛这样子 他就是很有趣的一个尝试 然后我们在试菜的时候 发现台湾牛真的不差 云章牧场的牛很棒 我们这样在他腥肋主厨的呈现下 很好吃 只是你吃了这么丰厚的牛肉以后 你嘴巴会觉得稍微有点油腻感 你会想要解腻 就喝一小杯咖啡 那平常我们都喝红酒 对不对 这时候就配红酒 所以我们这时候就配人一个 可以解腻的咖啡 但是六杯咖啡喝完也会醉吗 不会我们配人咖啡 每一款只有大概两口的分量而已 两口 对 那你这样子要怎么样 你要专门为这个来烘焙咖啡豆 然后专门冲泡 是的 冲泡什么 我们现场有一组咖啡师在现场 哇 你简直把咖啡已经做到这个米其林级了是不是 没有没有 真的一个好的咖啡冲泡的方式是 也很重要 非常的重要 你们到底是用手冲的 还是要什么比较特 比较保险的 其实冲泡方式就是 把咖啡豆里面蕴含的味道释放到水里 简单讲就是这样子 所以最简单的冲泡方法就是 你准备一根铁锤 把咖啡豆敲碎 然后加入热水泡着 然后直接喝它就好了 这是最原始的方法 这是最原始的方法 对 就是把咖啡里面味道融到热水里 就这么简单 所以咖啡的冲泡方法 目的都只是把咖啡豆 它最好的味道融到水里 很有道理 那当然就是你这说用铁锤 它就是用 现在是用磨豆鸡 把它磨出来 然后再把水跟它接触 但是它怎么样接触 水的温度要多少 它什么样的水 是一个学问 对 出来结果都不一样 请问你到底要用自来水 还是用矿泉水 还是用煮过的水 我们不建议用自来水 因为自来水 自来水它里面有含氯 氯的味道 它会影响咖啡的味道 然后一定要用过滤水 要过滤机 对 需要滤水系过滤过 然后矿泉水的话 也不是每一款都适合 因为有的矿泉水它含矿物质含量太高了 所以它会抑制咖啡的香气 所以你们在飞开飞开咖啡 是用过滤机的水 对 然后它要多少的温度 温度要看你的烘焙手法 然后我们从 对从八十几度 一直到九十五度 九十六度都有用 你自己怎么样 让你这个你自己的咖啡的 品尝的能力 跟你烘焙的 这样的专业提升的 最重要的秘诀是什么 我的秘诀就是吃美食 享受美食 去品味 所以你每天要喝很多杯咖啡 我们一定要的 你在工厂 每天工作就不仅的试咖啡 所以我们不能吞到肚子里 我们在水槽旁边喝 试喝喝就吐掉 要不然我们摄取咖啡因会过量 所以你烘焙出来 你把它喝完 我一定要感受一下 然后 我烘焙的每一炉咖啡 我都会试喝 然后再来决定这一炉 是不是你要 对 你要 这是我们要的样子 给我们的消费者的 是 那我们现在的咖啡厅里面 比方 Fika Fika 你们在一通街 我看到你们那边卖咖啡 门口就好多不同的咖啡豆 对不对 是 大家都会被这些品牌给 给这个 就是迷惑掉了 也不知道哪些是好品牌 或怎样 它会有一些像你们的 Signature的 这个Fika Fika的 这个James的咖啡吗 还是 每一家咖啡厅 世界知名咖啡厅 是这个样子吗 通常每一个咖啡品牌 会有它招牌的Brand Brand就是调和咖啡 综合咖啡 就是你们自己人 像你把它调和出来的 对 然后调和出来是他们 代表他们品牌的味道 是 所以你的Fika Fika咖啡 已经精进到 你的烘焙的技巧 是要展现不同的咖啡豆 然后现在把清水煮厨找来 五六日三天 是 都你的好朋友才可以去 这不是对外开放的 因为我们座位很少 而且这场是实验性的 所以我们是内部要求的 将来会那个吗 将来假如成熟的话会 会开放给大家报名 一般那些美食家 对于这种咖啡 Pairing的这个 Pairing的这个概念 他们接受吗 大家都很感兴趣啊 既有尝试过 他们就觉得很棒 哇 我那些好朋友 那个什么什么Cindy啊 什么蔡朱尔啊 这些人 他们对于这个 所以这也是第一次嘛 我们对台湾比较大规模的 是 哦 好 这个Fika Fika Cafe的负责人 James 红志黄 哦 把那个清水主厨 日本主厨 跟他的Fika Fika Cafe 给结合在一起 这是一个新的创意啊 很恭喜你啊 谢谢 说不定再过一段时间 你又有什么样的创新了 谢谢